变更、撤销、废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定之 第38条 古迹定着土地之周边公司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之申请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于都市设计之审议时 应会同主管机关就公共开放空间系统配置与其绿化 建筑量体配置、高度、造型、色彩及风格等 影响古迹风貌保存之事项进行审查 第39条 主管机关得救第37条 古迹保存计划内容 以区域计划法、多市计划法或国家公园法等有关规定 编定划定或变更为古迹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 并依本法相关规定予以保存维护 前向古迹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 对于开发行为土地使用 基地面积或基地内 应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积率 基地内前后侧院之深度、宽度 建筑物之形貌、高度色彩及有关交通景观等事项 得依实际进化为必要规定及采取必要之奖励措施 前二项规定于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准用之 中央主管机关于拟定进行政院核定之国定古迹保存计划 如影响当地居民权益主管机关除得依法办理征收外 其嫌疑架构不受土地征收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之限制 第四十条为维护聚落建筑群并保存其环境景观 主管机关应订定聚落建筑群之保存及再发展计划后 并得就其建筑形式与都市警官制定维护方针 与清御计划法、都市计划法或国家公园法等有关规定 编定划定或变更为特定专用区 前向编定划定或变更至特定专用区之风貌管理 主管机关得采取必要之奖励或补助措施 第一项保存及再发展计划之拟定 应召开公厅会并与当地居民协商沟通后为之 第四十一条 古迹处以政府机关为管理机关准外 其锁定组织土地、古迹保存用地、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内土地 应古迹之指定古迹保存用地、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编定、划定或变更 至其原依法可建筑之基准容积 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以转至其他地方建筑使用 或享有其他奖励措施 其办法由内政部会商文化部定制 前项所称其他地方 蓄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计划地区或区域计划地区之 同一直辖市县市内支地区 但经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水一通过后 得移转至同一直辖市县市县市之其他主要计划地区 第一项之容积一经移转 其古迹之指定或古迹保存用地、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管制不得任意废置 经土地所有人一项提出古迹容积以转申请时 主管机关应协调相关单位完成其容积以转至计算 并以书面通知所有群人或管理人 第42条 一第39条及第40条规定化设置古迹 历史建筑或纪念建筑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及特定专用区内关于下列事项之申请 应经墓地区业主管机关核准 一、建筑物与其他工作物之兴建、增建、改建、修缮 迁移、拆除或其他外形及色彩之变更 二、宅地之形成、土地之开垦、道路之整修、拓宽 及其他土地形状之变更 三、竹木采发及土石资裁去 四、广告物资设置 墓地区业主管机关为审查前项之申请 应会同主管机关为之 第三章考古遗址 第43条 主管机关应定期补偿后接受个人团体提报 据考古遗址价值者之内容及范围 并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策追踪 经前项列策追踪者 主管机关得益第46条锁定审查程序办理 第44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考古遗址制调查 研究发掘及修复至完整根案资料 第45条 主管机关为维护考古遗址制需要 得培训相关专业人才 并建立系统系制监管及通报机制 第46条 考古遗址一起主管机关 区分为国定直辖市定县市定三类 直辖市定县市定考古遗址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选查指定后办理公告 并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中央主管机关得救前项 或接受各级主管机关 个人团体提报 以指定之直辖市定县市定考古遗址 选查指定为国定考古遗址后办理公告 考古遗址灭失减损或增加其价值时 选由第17条第4项规定 考古遗址指指定基准废止条件 选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47条 据考古遗址价值者 经议第43条规定列策追踪后 于审查指定程序中结前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负责监管 避免其遭受破坏 前项列策考古遗址之监管保护 全由第48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 第48条 考古遗址由主管机关定定 考古遗址监管保护计划进行监管保护 前项监管保护 主管机关得委任所属机关购 或委托其他机关购文化资产研究 相关之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 中央主管机关并得委办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办理 考古遗址之监管保护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49条 为维护考古遗址并保全其环境景关 主管机关得会同有关机关 定定考古遗址保存计划 并因区域计划法 都市计划法或国家公园法等有关规定 边定划定或并更为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 并依本法相关规定予以保存维护 前项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范围 利用方式及警关维护胆身上 得依实际情况为必要制规定及采取奖励措施 划入考古遗址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土地 主管机关得办理拨用或征收之 第50条 考古遗址除以政府机关为管理机关者外 其所定着之土地 考古遗址保存用地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内土地 因考古遗址之指定 考古遗址保存用地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编定 划定或变更 至其原依法可建筑之基准容积 受到限制部分 得等值移转至其他地方建筑使用 或享有其他奖励措施 其办法由内政部会商文化部定之 前项所称其他地方 是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计划地区或区域计划地区之 同一直辖市 县市内支地区 但经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审议通过后 得移转至同一直辖市县市之其他主要计划地区 第一项之容积一经一转 其考古遗址之指定或考古遗址保存用地 保存区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管制 不得任意废止 第51条 考古遗址之发掘 应由学者专家学术或专业机构 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经审议会审议并由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为之 前项考古遗址之发掘者 应制作发掘报告 于主管机关锁定期限内 报警主管机关备查并公开发表 发掘完成之考古遗址 主管机关应促进其活用 并适度开放大众参观 考古遗址发掘之资格限制 条件审查程序 其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52条 外国人不得在我国国土范围内 调查及发掘考古遗址 但与国内学术或专业机构合作 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这不在此限 第53条 考古遗址发掘出土制遗物 应由其发掘者列策 送交主管机关指定保管机关够保管 第54条 主管机关为保护调查或发掘考古遗址 任由进入公司有土地之必要时 应先通知土地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应前向行为 致土地所有人受有损失者 主管机关应给予合力补偿 其补偿金额以协议定制 协议不成时 土地所有人得向行政法院提起几副诉讼 第55条 考古遗址定着土地所有权已赚钱 应事先通知主管机关 其属私有者除继承者外 主管机关有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 第56条 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及公营事业 办理考古遗址调查 研究或发掘有关制采购 其采购方式种类 程序范围 相关人员资格及其他 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不受政府采购法限制 但不得违反我国地协制条约及协定 第57条 发现疑似考古遗址 应及通知所在地直下室 县市主管机关采取必要维护措施 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进行中 发现疑似考古遗址时 应及停止工程或开发行为去进行 并通知所在地直下室县市主管机关 除前项措施外 主管机关应及进行调查 并送审议会审议 以采取相关措施 完成审议程序前 开发单位不得复工 第58条 考古遗址所在地都市计划之定定或 并跟应先征求主管机关制意见 政府机关测定重大营建工程计划时 不得妨碍考古遗址之保存及维护 并应先调查工程地区有无考古遗址 列测考古遗址或疑似考古遗址 如有发现应及通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应以第46条审查程序办理 第59条 疑似考古遗址及列测考古遗址之保护调查 研究发掘采购及出土遗物之保管等事项 准用第51条至第54条及第56条规定 第4章史基文化景观 第60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定期普查后 接受个人团体提报据 史基文化景观价值之内容及范围 并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测追踪 依前上由个人团体提报者 主管机关应于六个月内办理审议 经第一项列测追踪者 主管机关得益第61条 锁定审查程序办理 第61条 史基文化景观由直辖市县市 主管机关审查登陆后办理公告 并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中央主管机关得救前项或 接受各级主管机关 个人团体提报已登陆之时机 文化景观审查登陆为重要时机 重要文化景观后办理公告 史基文化景观灭失或其价值减损 主管机关得废止期登陆或变更期类别 并办理公告 史基文化景观登陆基准 保存重要性废止条件 审查程序及其他 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进入史基文化景观审议程序者 为暂定史基暂定文化景观 转由第20条规定 第62条 史基文化景观之保存及管理原则 由主管机关召开审议会 依个案性质决定 并得依其特性及实际发展需要 做必要调整 主管机关应依前项原则 定定史基文化景观之保存维护计划 进行监管保护 并辅导史基文化景观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办理 前项公有史基文化景观管理维护 所衍生之收益 准用第22条规定办理 第63条 为维护史基文化景观 并保全其环境 主管机关的会同 有关机关订定史基文化景观保存计划 并依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或 国家公园法等有关规定 编定划定或变更为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 并依本法相关规定予以保存维护 前项保存用地或保存区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用地范围 利用方式及景观维护等事项 得依实际情况为必要 规定及采取奖励措施 第64条 为例以使及文化景观范围内建造物或设施之保存维护 有关其建筑管理 土定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项 不受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 国家公园法建筑法消防法 及其相关法规全部获益布置限制 其审核程序常验标准限制项目 应被条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内政部定之 第五章 谷物第65条 谷物依其珍贵稀有价值 范围国保重要谷物及一般谷物 主管机关应定期普查后 接受个人团体提报 据国务价值之项目内容及范围 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册追踪 经前项列册追踪者 主管机关得一第67条 第68条 锁定审查程序办理 第66条 中央政府机关及其附属机关构 国立学校国营事业及国立文物保管机关构 应就所保存管理之文物暂行分级 保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并就其中据国保重要谷物价值者列册 报中央主管机关审查 第67条 私有及地方政府机关构保管之文物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 指定一般谷物后办理公告 并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第68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就前二条所列册 或指定之谷物 则其价值较高者 审查指定为国保中央谷物 并办理公告 前向国保中央谷物面试减损 或增加其价值时中央主管机关的废纸 其指定或变更期类别 并办理公告 谷物之分级指定基准废纸条件 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相知 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69条 公有谷物由保存管理之政府机关够管理维护 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之 前向保管机关够应就所保管之谷物 建立清策并订定管理维护相关规定 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70条 有关机关依法没收没入或收受外国交付捐赠之文物 应列策送交主管机关指定之 公立文物保管机关够保管之 第71条 公立文物保管机关够为研究宣扬之需要 得救保管之公有谷物具名复制或监制 他人非经缘保管机关够准许及监制 不得再复制 请向公有谷物复制及监制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72条 私有国保中央谷物之所有人 得向公立文物保存或相关专业机关够申请专业维护 所需经费主管机关得补助之 中央主管机关得要求公有或接受 前向专业维护资私有国保重要国物定期公开展览 第73条 中华民国境内之国保重要古物 不得运出国外 但因战争必要修复国际文化交流举办转冷或其他特殊情况 而有运出国外之必要 经中央主管机关报警行政运核准者不在此线 前向申请于核准程序 办理保险移运保管运出运回期限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74条 据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之百年以上之文物 应展览研究或修复等原因 运入需再运出或运出需再运入 应事先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前向申请程序办理保险 移运保管运入运出期限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75条 私有国保重要股物所有权以赚钱 应事先通知中央主管机关 除继承者外 公立文物保管机关购 由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 第76条 发现具有股物价值之无主物 应及通知所在地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采取维护措施 第77条 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进行中 发现具股物价值者 应及停止工程或开发行为之进行 兵报所在地直下是县市主管机关 以第67条审查程序办理 第6章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 第78条 自然地景依其性质 区分为自然保留区 地址公园 自然纪念物 包括珍贵稀有职物 矿物 特殊地形及地址现象 第79条 主管机关应定期补查后 接受个人团体提报具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者之内容 及范围并依法定程序审查后 列册追踪 经前向列册追踪者 主管机关得一第81条 锁定审查程序办理 第80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之 调查研究保存维护之完整个案资料 主管机关应对自然纪念物办理 有关教育保存等纪念计划 第81条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 依其主管机关区分为国定直辖市定 县市定三类 由各级主管机关审查制定后办理公告 直辖市定县市定者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据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之所有人 得向主管机关申请指定 主管机关应以法定程序审查之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灭失减损或增加其价值时 主管机关得废止期指定或变更期类别 并办理公告 直辖市定县市定者应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前三项指定基准废止条件 申请与逞长程序辅助其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82条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 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维护 主管机关对私有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 得提供适当辅导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得委任 违办其所属机关购或委托其他机关购 登记一万之团体或个人管理维护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之管理维护者 应拟定管理维护计划 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83条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管理不当 只有蔑视或减损价值之于之处理 准用第28条规定 第84条 进入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指定之审议程序者 为占定自然地景占定自然纪念物 据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者 欲有紧急情况时 主管机关得指定为 占定自然地景占定自然纪念物 并通知所有人需人或管理人 占定自然地景占定自然纪念物之效力 审查期限补偿基因践行程序等事项 准用第20条规定 第85条 自然纪念物禁止采摘砍发 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坏 并应维护其生态环境 但原住民族为传统文化经营需要 及研究机构为研究成立或国际交换等特殊需要 报经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第86条 自然保留区禁止改变或破坏其原有自然状态 为维护自然保留区之原有自然状态 除其他法律令有规定外 非经主管机关许可 不得任意进入其区域范围 其申请资格许可条件 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87条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所在地 定定或变更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 应先征求主管机关之意见 政府机关测定重大营建工程计划时 不得妨碍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之保存及维护 并应先调查工程地区有无据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者 如有发现应急报主管机关议第81条审查程序办理 第88条 发现据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者 应急报主管机关处理 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进行中 发现据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价值者 应急停止工程或开发行为进行并报主管机关处理 第七章 无形文化资产 第89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定期普查后 接受个人团体提报 据保存价值之无形文化资产项目 内容及范围 并以法定程序审查后列册追踪 经前向列册追踪者 主管机关得以第91条锁定审查程序办理 第90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建立无形文化资产式调查 采集研究传承推广及活化之完整更案资料 第91条 传统表演因素传统工艺 口述传统民俗及传统知识与实践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登录办理公告 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中央主管机关得救前向 或接受个人团体提报以登录之无形文化资产 审查登录为重要传统表演因素 重要传统工艺 重要口述传统 重要民俗 重要传统知识与实践后办理公告 依请问向规定登录之无形文化资产项目 主管机关应认定其保存者 赋予其编号 颁受登录证书 并得是需要协助保存者进行保存维护工作 各类无形文化资产蔑失或减损其价值时 主管机关得废止其登录或变更其类别 并办理公告 直辖市县市登录者 应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第92条 主管机关应订定无形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计划 并应就其中 兵临灭绝者详细制作记录 传习或采取为保存维护所作之适当措施 第93条 保存者应死亡 变更结算或其他特殊理由 而不法执行前调之无形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计划 主管机关得废止该保存者 据认定 居家设县市废止者 应报中央主管机关备偿 中央主管机关得救生育着述之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 颁售证书 并讲述办了一期 无形文化资产之记录 保存活化实践及推广等工作 各类无形文化资产之登录保存者之认定基准 变更废止条件审查程序 编号授予证书辅助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94条 主管机关应鼓励民间办理无形文化资产之记录 建党传承推广及活化等工作 前项工作所需经费 主管机关得补助之 第八章 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及保存者 第95条 主管机关应普查或接受个人团体 提报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 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册追踪 并建立基础资料 前项所称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指进行文化资产保存及修复工作不可或缺 且必须将以保护需要之传统技术 其保存者之保存技术之拥有精通 且能正确体现者 主管机关应对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 赋予编号授予证书及奖励补助 第96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就以列测试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则其必要且需保护者 审查登陆为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办理公告并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中央主管机关得就前条以列测 或前项已登陆之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则其急需加以保护者 审查登陆为重要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并办理公告 前二项登陆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应认定其保存者 文化资产保存技术 无需在加以保护时 或其保存者因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变更等情绪 主管机关得废止或变更其登陆或认定 并办理公告 直辖市县市废止或变更者 应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前四项登陆及认定基准 审查废止条件与程序 变更及其他应遵行设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十七条 主管机关应对登陆之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 进行技术保存及传习 并活用该项技术与文化资产保存修护工作 前项保存技术之保存传习 活用与其保存者之技术应用 人才养成及辅助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章 奖励 第九十八条 有下列骑行追者 主管机关得给予奖励或补助 一 捐献私有古籍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考古遗址或其所定着之土地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与政府 二 捐献私有国保中央古物与政府 三 发现第三十三条之建造物 第五十七条之疑似考古遗址 第七十六条之据古物价值之物主物 或第八十八条第一项之 据自然地景价值之区域或自然纪念物 并及通报主管机关处理 四 维护或传习文化资产具有绩效 五 对产阳文化资产保存有显著贡献 六 主动将私有古物申请指定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议第六十八条规定 审查指定为国保重要古物 前项奖励或补助办法 由文化部农委会分别定之 第九十九条 私有古籍考古遗址及其所定着之土地 免征访问税及递价税 私有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聚落建筑群史及文化景观及其所定着之土地 得在百分之五十范围内 减征访问税及递价税 其减免范围标准及程序之法规 由自销市县市主管机关订定报财政部被查 第一百条 私有古籍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考古遗址及其所定着之土地 应继承而转者免征已产税 本法公布生肖前发生之古籍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或考古遗址继承 于本法公布生肖后尚未合格或尚未合格确定者 适用前项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出之赞助办理古籍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古籍保存区内建筑物 考古遗址居落建筑群 史基文化景观 古物之修复在利用或管理维护者 其捐赠或赞助款项 得以所得税法定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幕 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列举扣除或列为当年度费用 不受金额之限制 前项赞助费用 应交付主管机关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直辖市或县市文化基金会 会同有关机关办理前项修复 在利用或管理维护事项 该项赞助经费 经赞助者指定其用途 不得已做他用 第一百零二条 自然人法人团体或机构成租 并出资修复 公有古籍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 古籍保存区内建筑物 考古遗址 聚落建筑群 史基文化景观者 得减免租金 其减免金额 以主管机关一期管理维护情形 定期检讨核定 其相关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章罚则 第103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除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五十万余以上 二千万余下罚金 一违反第36条规定 迁移或拆除股积 二违损股积 占定股积支全部一部 获其附属设施 三违损考股积支全部一部 获其遗物遗迹 四违损或窃取国保 重要股物及一般股物 五违反第73条规定 将国保重要股物运出国外 或经核准出国之国保重要股物 为一线运回 六违反第85条规定 采摘砍发挖掘或以其他方式 破坏自然纪念物或其生态环境 七违反第86条第一项规定 改变或破坏自然保留居支 自然状态 前向之未遂犯罚之 第104条 有前条第一项各款行为者 其损害部分应回复原状 不能回复原状或回复 险有重大困难者 应赔偿其损害 前向负有回复原状之一物 而不为者 得由主管机关代履刑 并向义务人征收费用 第105条 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职务犯第103条 至罪者 除以该条规定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 亦可以同条锁定之法金 第106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储新台币30万元以上 200万元下罚款 一 骨骑之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对骨骑之修复或再利用 违反第24条规定 为一主管机关核定制计划为之 二 骨骑之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对骨骑之紧急修复 为一第27条规定 期限内提出修复计划 或为一主管机关核定制计划为之 三 骨骑自然地 请自然纪念用之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经主管机关议第28条 第83条规定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人为改善 四 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 违反第34条 第1项第57条 第2项第77条 或第88条 第2项规定者 五 发掘考古遗址 列策考古遗址 或疑似考古遗址 违反第51条 第52条 或第59条规定 六 在于复制工有谷物 违反第71条 第1项规定 为经元保管机关告合准者 七 毁损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制 全部一步或其附属设施 由前项第一款 第二款 第4款 第6款 情形之一 经主管机关限期通知改善 而不改正 或唯一改正事项改正者 得案次分别处罚至改正为止 情况急迫时 主管机关得待为必要处置 并向其为人征收贷旅行费用 第4款 情形并得 勒令停工 通知自来水电力事业等 配合断绝自来水电力或其他能源 有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 其产权属公由者 主管机关并应公布该管理机关名称 即将相关人员以请全责机关 陈储或惩戒 有第一项第七款情形者 准用第104条规定办理 第107条 有下链情势之一者 处新台币10万元上 100万元下罚还 1.移转私有古迹及其定着之土地 考古遗址定着土地 国保重要古物之所有权 为1.第32条第55条第75条规定 事先通知主管机关 2.发现第33条地上之建造物 第57条地上之疑似考古遗址 第76条地具国物价值之无主物 为通报主管机关处理 第108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处新台币3万元上 15万元下罚还 1.违反第86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 任意进入自然保留区 2.违反第88条第一项规定 为通报主管机关处理 第109条 公务员假见职务上之权利 机会获方法 犯第103条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1章负责 第110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因本法 应作为而不作为 至危害文化资产保存时 得由行政院中央主管机关 命其于一定期限内为之 借其人不作为者 得代行处理 但情况急迫时 得禁于代行处理 第111条 本法中华民国105年7月12日 修正式条文施行前 公告知古迹 历史建筑 聚落 遗址 文化机关 传统艺术 民俗及有关文物 自然递进 其属应归类为 纪念建筑 聚落建筑群 考古遗址 时机 传统表演因素 传统工艺 口述传统 民俗传统知识与实践 自然纪念物者 即依本法第13条规定 原住民族文化资产所设施项 由主管机关自本法修正实行之日起一年内 依本法规定完成重新指定登陆及公告程序 第112条本法实行细则 由文化部会同农委会定之 第112条本法自公布日实行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与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那么我们这里有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在第22条 巨墓中之 及其他相关法规 文字修正为 及其相关法规 已以编法第26条 立法体律一致 请问院会有意义 好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就照时代力量党团 手提意见 做文字修正 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 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通过 好那么 本案已完成立法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 第一位我们请黄委员国书发言 好谢谢主席 感谢各位委员 我们今天完成三读的文化资产保存法 是本法施行32年以来 历次修正幅度最大影响层面 最广的一次 我要特别感谢管闭林委员 陈学胜招委以及教育文化委员会 同仁的努力 让我国文化资产保存 向前又跨出了一大步 在文化资产保存法全面三读 修正通过以后 我国的文化资产将区分为 有形文化无形文化两大类 并将历史建筑历史纪念建筑 纳入有形文化资产中 使我国文化资产分类更加完备 而针对公有古迹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 及其所定着之土地部分 本次修正后 未来这些土地得由主管机关 办理无偿过用 也是本次修法之最大突破 例如去年列为国定古迹的台铁局 台北机场国防部北投中心新春等 也将有望适用本法条加以维护 让珍贵资产保存之路再现生机 过去国内经常发生 珍贵历史建筑或暂定古迹 出现恶意破坏或遭到蓄意拆除 等无法挽回的情形 因此本席这次也特别提出 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法则 要求全面提高法则 以嚇阻不当破坏文化资产之行为 同时 为使文化资产与古迹整理修复相关流程 之公开与资讯透明化 并建立国内关于文化资产之完整基础资料 本次法案修正中 也加入了本席关于 国内文资定期普查与明文规范 古迹修复流程应举办公开说明会等提案 除了让公权力能进一步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资产 也让民众可以参与古迹的修复与再利用的过程 国书期待在法案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广委员碧琳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文资法施行35年后 终于进一步有全盘的大幅修正 可以说是大修法大进步 感谢在座的陈学胜招委 黄国书委员 吴思瑶委员 柯志恩委员等共同参与完成 本席集团队自1995年 就投身北投温泉博物馆的抢救 二十余年来 在高雄 台北 台南 及全台湾 由南到北 由北到南 从山巅的气象塔到海上的灯塔 从小小的三块厨火车站 到十七公顷的台北机场 华山园区 成功指定了八十八件古迹保存案 二十年所累计的经验 为这一次的修法 注入了大刀阔斧的进步思维 结合大家的意见 本次文资法的修订 多达十二大改革 其中有四项 就像射出四支箭 可以全面封锁人为的破坏 包括文化平等权 让全民共同守护 全民将拥有跟所有权人 与政府平等的文化启动权 无偿拨用 各机关如果不善尽管理 将被要求拨用 以及全面性的占定古迹 所有的文化资产 一旦启动审议 就被当作古迹来保护 最后我们用绝对的刑罚 破坏重要的文化资产 一定要关处六个月以上的徒刑 今后任何人致意破坏古迹 就有行则 就会被关 相信未来文化资产的保存 将更有力量 保存了遍布于全台的 这么多的古迹 以及今天修订的文资法 通过了以后 我个人的感觉 这是我从政以来 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感谢大家的协助 也感谢我的团队当中 许阳明先生 陈林宋先生 谢谢你们二十年来的努力 未来的文化部任重大远 曾立军加油 好 谢谢管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科委员智恩 发言 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文资法三图 大幅的修正的通过了 我想这个版本呢 我们非常感谢在场的管闭林委员 他的确是着力非常的深 还有我们的招委黄国书委员 吴思耀委员 当然更包括了我们的招委 陈学胜委员 他连续排了五次的这个提案 逐步的审调 终于在五月十六号 让这一次的法三读通过 我想对所有关注文资法的 这个朋友来说 我们必须大胆的讲说 大家终于等到了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代表我们朝野 部分党派 部分颜色 大家共同来推动文化资产的保护 那这个部分里面呢 他有非常多的一个变革 我想最大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 我们对文化资产的一个刑罚 终于有了所谓的求偿的一个机制 我们绝对不能够像过去的 文化资产保护法一样 被基为没有牙齿的老虎 现在呢 我们有法云的一个根据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努力 有心来维护 全民共享的文化珍贵的资产 但这边呢 本县也要特别提出来了 由于这次的说法的第二十一条 特别要求公有的骨鸡 得由主管机关办理无偿的使用 在被列为国定骨鸡之后呢 在没有确定配套措施之前 其实过去常常发现 很多骨鸡的维护 他们的经费 还有很多的部分 往往需要 装套非常多的脑筋 以我们现在台北机场而言 目前呢 你要维护整个机场的内部 不要崩塌 台铁其实就要付出 一亿的维护费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反映很多文化骨鸡 他们在立法之后呢 其实在各部门 还有包括各地方政府 他们都在烦恼 到底这个钱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更是需要严加来做 好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 总而言之 虽然无偿的不用呢 提供了很多行政单位 他有更弹性的一个空间 但是呢 唯有共同的参与 唯有合理的分配 还有呢 创造双赢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 推动良法的这种美意 不会被打折 我们希望文化部能够善尽职责 然后让我们好好的 谢谢科委员 报院会 扁案截止 发言登记 那么我们下一位请 陈委员 学生 发言 主席 本会委员大家好 身为这一次文字法 主导整个法案通过的招委 我心里非常的光荣 也非常的感恩 为什么 这次的法案通过 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它是前后任政府 接棒协力合作完成 表示文化是没有分党派 大家都一心为这块土地 在520之前 前任的政府 将法案审查通过以后 出了委员会 在520之后 在今天 我们经过了二读三读通过 我们同心协力 完成了这一步 历史性的修法工作 第二个 这一次的修法 条文之多 委员版本之多 意见相左之多 真是空前绝后 甚至有人讲说 管妈很难处理 要说服她很难 可是我们真的达成了 所以这是一个跨党派 大家一致 也是为这块土地 大家没有任何的个人实践 一个非常好的 立法的典范 那么在此时此刻 我更要感谢的是 这一次的法案 除了我们过去 习以为常的汉人的观点之外 我们加入了多元的观点 有了原住民的观点 让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 更加的丰厚 尤其在上一届 我们很多教文文会的委员 一起协力 将戒严实习的电影法 修法通过 将博物馆界的宪法 博物馆法 立法通过 现在有了新的电影法 新的博物馆法 还有这本 厚达113页的文字法 我们修法完成了 舞台已经搭起来了 现在就要看文化部 怎么样让我们的台湾民众 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感觉到骄傲 所以在此时此刻身为主导这个法案 通过的造委 感谢我们所有立法的伙伴 更谢谢大家 为这个法案一起来努力 我相信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光荣的 而且从今天开始 台湾的文字法 会给台湾带来一个 新的文化空间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陈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 吴委员 施瑶 发言 谢谢主席 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 短短的两分钟 实在是难以论述心中的激动 更难以去论述 这十年来最大一次文字法 大幅度的修正 这当中的苦尽甘来 这当中一路的坎坷 那何其有幸 本席在新国会 新民意 能够在第一会期 就能够搭上 这一步文字法修正的列车 而且我们一路直达终点 有了这一次文字法的修正 文化的主管机关 不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我们在台湾各地 关心文字保存的公民朋友们 也不再是没有武器的战事 最重要的是 透过更强而有力的 法律授权 法律的保护 生活在台湾 这个美丽岛屿的世世代代 不再会是历史记忆凋零 不再会是文化欠缺了 那么一点厚度 那么一点温度的 一个族群跟世代 今天在这里 我们看到文字法 有更进步的思维 更多元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纳入公民参与的精神 我们比较环平会 比较都审会 未来所有的公民团体 能够来参与第一线的文资审议 而所有文资审议的过程 都能够更落实 公开透明的资讯的流通 我想这是这一次文资法通过 更具有时代意义的一大部分 那我非常的感谢 身为新国会的新科立委 我长期关心文化议题 未来新的任务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期待 在第一线的地方政府们 我们要加油文化保存 不是只靠法律的 谢谢吴委员 下一位 我们请陈委员移民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 本席呢 针对今天这个文资法的三读通过呢 要感谢各位委员的努力 但是更重要的部分 本席要在这边提醒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法的通过 所以使得将来 如果地方政府 对于一些文化古迹 它的保存不够周延的时候 在这个文资法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救济条例 这个救济条例 就是可以越过地方政府 他们的不作为 而能够也能够来做 文化古迹的一个保护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 因为就在这个礼拜天17号 我们高雄的岐山 就有可能 它的大沟顶的太平商场 就面临要被拆迁的一个命运 大沟顶商场 其实是在60年前 他们新建的一个 具有文化的历史的一个商场 而这个商场的建筑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构想 但是现在因为 陈菊 高雄市政府 为了说什么 要水利的一个改善 所以想要把这个大沟顶的这个商场拆除 想当年每一户人家 其实是提供了自己出资一万五千元 来盖这个大沟顶的商场 但是现在情何以堪 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所以先要拆这个33户的这个太平商场 本席在这边面临到这个状况 也看到了他们去跟 这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出来 希望保存 但是在6月3号已经被驳回 本席沉重的在这边呼吁 应该要暂缓 拆除这个太平商场的这样子的作为 能够引用这个文字法 来做一个行政的救济 以上谢谢 谢谢 陈委员 那么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 都已经发言完毕 我们现在进行讨论四项 第四案 知恐防治法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分别于105年6月6日及6月20日 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召集委员林维州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机关列席说明 并请相关机关列席打部委员询问 与会委员于6月6日 听取报告及寻答完毕后 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至于6月20日继续进行逐条审查 将本案审查完毕 令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原今决议 本案审查完毕 你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召集委员林维州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林维州 补充说明 好 没有说明 那么本案 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疑 没有 好没有疑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知恐防治法草案 请宣读名称 知恐防治法宣读完毕 名称照审查会名称通过 请宣读第一条 第一条为防止并遏止对恐怖活动 组织份子之资助行为 以下简称资恐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基本人权 强化资恐防治国际合作 特制定本法 宣读完毕 第一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三条 第三条 请军任为我国 知恐防治政策研议 法案审查计划合议及业务督导机关 主管机关应设知恐防治审议会 以下简称审议会 为个人法人或团体 列入制裁名单或除名 与相关措施之审议 由法务部部长担任召集人 并为当然委员 其余委员由下列机关副首长兼任职 一国家安全局 二内政部 三外交部 四国防部 五经济部 六中央银行 七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八其他经行政院指定之机关 审议会之组成 运作及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第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四条 第四条 主管机关一法务部调查局提报 会议职权 任个人法人或团体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经审议会决议后 得指定为制裁名单 并公告之 一涉嫌犯第八条第一项 各款筹列之罪 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重伤 而达恐吓公众或脅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目的之行为或计划 二一 自控防止之国际条约或协定要求 或执行国际合作或联合国相关决议 而有必要 前项指定之制裁名单 不以该个人法人或团体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则为限 宣读完毕 第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五条 第五条 主管之官依法务部调查局提报会议职权 请指定下列个人法人或团体为制裁名单 并公告之 一 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资控相关决议案 及其后续决议所指定者 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依有关防治与阻绝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决议案所指定者 前项所指定制裁个人法人或团体之除名 非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除名程序 不得为之 宣读完毕 第五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六条 第六条 主管之官依职权或申请经审议会决议后 都为下列措施并公告之 一 对第四条第一项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为除名 二 着留经指定制裁之个人或其受抚养亲属 家庭生活所必须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三 着留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管理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之必要费用 四 对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以外之第三人 许可支付受制裁者 于受制裁前对善意第三人负担之债务 前项情形除第一款外 得于必要范围内 限制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之使用方式 违反前项限制或于限制期间疑似有第四条第一项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机关经审议会决议后得废止第一项之措施并公告之第一项措施及第二项限制程序相关这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 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七条 第七条对于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五条第一项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除前条第一项所列措施外 不得为下列行为 一对其金融账户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 为提款汇款转账付款交付或转让 二对其所有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为移转变更处分利用或其他足以变动其数量品质价值及所在地 三为其收集或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洗钱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及第二项锁定之机构 应业务关系知悉下列情势 应其通报法务部调查局 一其本身持有或管理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二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所在地 依前项规定办理通报者 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 第二项通报方式 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该机构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商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定职 宣读完毕 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八条 明知他人有实行下列犯罪之一 以引起人员死亡或重伤 而他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之具体计划或活动 直接或间接为其收集或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 刑罚第173条第一项第三项 第176条准用第173条第一项第三项 第178条第一项第三项 第183条第一项第四项 第184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第185条第185条之一第一项至第五项 第185条之二 第186条之一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第187条之一 第187条之二第一项第二项 第187条之三 第188条第190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第190条之一第一项至第三项 第191条之一 第192条第二项 第271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278条第302条 第347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第348条第348条之一 对于公务机关之电脑或其相关设备 犯第三百五十八条之第三百六十条之罪 二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七条之罪 三民有航空法第一百条之罪 前项至未罪犯法之宣读完毕 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九条 第九条 民之为下列个人法人或团体 而人直接或间接为其收集或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一、依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五条第一项指定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 二、已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 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 为其设立目的之团体 三、已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 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 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 民之为前项各款所列之个人、法人或团体训练所需之相关费用 而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之资助者一同 前二项所列犯罪之成立 不以证明该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为供特定恐怖活动为必要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法之 宣读完毕 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条 第十条 前二条之罪为洗钱防止法所称之重大犯罪 宣读完毕 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犯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者 除处罚行为任外 对该法人并刻以各该条所定之法经 犯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 于犯罪后六个月内自首者免除其刑 于六个月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减轻其刑 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 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 适用之 宣读完毕 第十一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其前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及第二项 锁定之机构 违反第七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者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处薪台币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宣读完毕 第十二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不符主管机关所为之公告者 得以法提起行政救济 宣读完毕 第十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为防治国际资恐活动 政府依互惠原则 得以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资恐之条约或协定 宣读完毕 第十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 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宣读完毕 第十五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犹疑 好 那我们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资恐防治法 第一条 为防止并遏止对恐怖活动 组织分子之资助行为 以下简称资恐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基本人权 强化资恐防治国际合作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制主管机关为法务部 第三条 行政委为我国资恐防治 政策研议 法案审查 计划合议及业务督导机关 主管机关应设资恐防治审议会 以下简称审议会 为个人 法人或团体 列入制裁名单 或除名与相关措施之审议 由法务部部长担任召集人 并为当然委员 其余委员由下列机关副首长兼任之 一 国家安全局 二 内政部 三 外交部 四 国防部 五 经济部 六 中央银行 七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八 其他经行政院指定之机关 审议会之组成运作 及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条 主管机关依法务部调查局提报 会议职权 任个人 法人或团体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经整议会决议后 得指定为制裁名单 并公告之 一 涉嫌犯 第八条第一项 各款所列之罪 以引起不得性人死亡或重伤 而达恐吓公众或脅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 或国际组织 目的之行为或计划 二 一 资恐防治之国际条约 或协定要求 或执行国际合作或联合国相关 决议而有必要 前项指定之制裁名单 不以该个人 法人或团体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者为限 第五条 主管机关依法务部调查局提报 会议职权 应及指定下列个人 法人或团体 为制裁名单并公告之 一 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资恐相关决议案 及其后续决议所指定者 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依有关防治与阻绝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扩散决议案所指定者 前项所指定制裁个人 法人或团体之除名 非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除名程序不得为之 第六条 主管机关依职权或申请 经审议会决议后 得为下列措施并公告之 一 对第四条 第一项指定制裁个人 法人或团体为除名 二 着流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或其受抚养亲属家庭生活 所必须至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三 着流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管理财务 或财产上利益至必要费用 四 对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以外之第三人 许可支付受制裁者 于受制裁前对善意第三人 负担之债务 前项请行除第一款外 得于必要范围内 先知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之财务 或财产上利益之使用方式 违反前项限制或于限制期间 疑似有第四条第一项 各款情势之一者 主管机关经审议会决议后 得废止第一项之措施 并公告之 第一项措施及第二项 限制程序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条 对于一第四条第一项 或第五条第一项 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 除前条第一项所列措施外 不得为下列行为 一对其金融账户 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 为提款 汇款 转账 付款 交付或转让 二对其所有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为移转 变更 处分 利用或其他足以变动 其数量 品质 价值 其所在地 三 为其收集或提供财务 或财产上利益 其前方制法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二项 所定制机构 应业务关系 窒息下列情势 应及通报法务部调查局 一 其本身持有或管理 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 或团体 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二 经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 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所在地 依前项规定 办理通报者 免除其业务上 应保守秘密之义务 第二项通报方式 程序及其他 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该机构之中央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相主管机关 及中央银行定职 第八条 明知他人有实行 效率犯罪之一 以引起人员死亡或重伤 而他恐吓公众 或接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 之具体计划或活动 直接或间接为其 收集或提供财务 或财产上利益者 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兴台币 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 刑法第173条 第一项第三项 第176条 准用第173条 第一项第三项 第178条 第一项第三项 第183条 第一项第四项 第184条 第一项第二项 第五项 第185条 第185条 第一项至第五项 第185条 第186条 第一项第二项 第四项 第187条 第187条 第一项第二项 第四项 第187条 第188条 第190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四项 第190条之一 第1项至第3项 第190条之一 第192条 第3项 第271条 第1项 第2项 第278条 第302条 第347条 第1项至第3项 第348条 第348条之一 对于公务机关之电脑或其相关设备犯第358条 至第360条之罪 2.枪炮弹用刀卸管制条例第7条之罪 3.民用航空法第100条之罪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9条 民之为下列个人 法人或团体 而人直接或间接为其收集或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者 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可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1.以第4条第一项或第5条第一项 指定制裁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 2.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 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 为其设立目的之团体 3.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 而它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 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 或计划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 民之为前项各款 所列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训练 所需之相关费用 而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之资助者 以同 前二项所列犯罪之成立 不以证明该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违攻特定恐怖活动为必要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十条 前二条之罪 为洗钱防治法所称之重大犯罪 第十一条 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 犯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者 除处罚行为任外 对该法人 并可以各该条锁定之法经 犯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 于犯罪后六个月内 自首者免除其行 于六个月者 减轻或免除其行 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 减轻其行 第八条或第九条之罪 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犯罪者适用之 第十二条 洗钱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二项锁定之机构 违反第七条第一项 或第二项规定者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拔还 第十三条 不服主管机关所为之公告者 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 第十四条 为防治国际滋恐活动 政府依互惠原则 对于外国政府 机构或国际组织 签订防治滋恐之条约或协定 第十五条 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请宣读 宣读附带决议一项 未兼顾防治资助恐怖活动之目的 及人权保障 于知恐防治法 扩五下诚本法通过后 法务部及调查局 应定其统计 依本法第四条或第五条 各项款提报 或指定为制裁名单 及依本法第八条或第九条 起诉之数量及类型 刊登于法务部统计年报中 司法院应定其统计 提起行政救济 检察官起诉后判决之数量 及终结情形 刊登于司法院统计年报中 并向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报告 宣读完毕 报告 报告 针对故带决议之内容 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我们就照案通过 那么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目经营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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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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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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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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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看 看 观看 观看 看 看 观看 观看 第26条 第26 观看 因 看 看 观看 第28 观看 观看 第36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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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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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57個國家都用特別法來設立 我們不相信民進黨不知道 我們更不相信時代力量不知道 我想在這樣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道組織 我們居然用國會暴力、多數暴力要在這裡把它繪畫 我們很清楚的表達 我們支持修法 但是我們不支持繪畫 如果我們在這樣子外交關係可以說是非常薄弱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又把紅十字繪畫把它繪掉 我想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話 我們希望我們現在的民進黨蔡英文總統所講的 我們這個政府是要解決問題 是要溝通溝通再溝通 我們沒有想到我們居然是鬥爭鬥爭再鬥爭 我們我特別把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跟內政部長所講的一段話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內政部長、葉部長怎麼講 他說 紅十字繪畫本身的存在 不論是在戰爭期間的傷兵 救護跟災難的救護 各方面的需求 尤其是跟國際連結的部分 內政部長自己說 他確實有他存在的必要 不只是有存在的必要 還更要進一步的發揮他的功能 我不知道這是我們內政部的部長 請大家不要廢話 讓我們紅十字會 未來在跟全世界接軌的當中 不要亮成一個國際級的笑話 在這裡特別請大家幫忙 以上謝謝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在此時此刻 這個民進黨以及時代力量 要將 紅十字會 整個裝法把它會掉 講實在話 我們都知道 紅會它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而且它是人道救援的組織 那其實在過去運作這一段時間 他也做了很多的事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 今天紅會 他其實過去也沒有藍綠之分 像陳菊包括李應援 他們都做過紅會的理事 那本身我們是希望說 他能夠繼續發揮他的功能 那他本來就是一個專法的設置 因為世界每個國家都是如此 今天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台灣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 其實宜休不宜會 那我想我們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把它定位成 好像他就是一個社團 這個好像一個 這個像慈濟那樣的一個組織 這個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 因為當初我想對岸 那時候我們跟對岸也沒有說 有一些好的互動 那時候對岸要是我們的台商 發生的問題在大陸走了 都是透過金門紅十字會 然後跟對岸的紅十字會 連協商最後把這些大體 全部都可以運回我們台灣來 我想洪會過去這段時間 他所發揮的工人 我想我們他實在是功不可沒 而且我們很多 你像紅十字會 每一年夏季的時候 我們很多不管是海域也好 河域也好 經常他們都會訓練很多的救生救援的 這些救生員 我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說 他確實是有他實質的功能 並不是說如民進黨以及時代力量 他們所講的就是好像這個組織 這個好像問題重重 那既然問題重重 你就把它點出來 那結果裡面的內容 這個我想時代力量 他們也很清楚 尤其這個林常佐的媽媽 我們都看到她是當會計師 你認為她財務上有問題 會計師是要負全責的 對不對 所以說從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看出說 她也不敢說有問題 因為她是會計師 是她簽證的 對不對 這個雜誌共畫面 大家都披露得很清楚 所以說 我們希望說 今天是宜休不宜會 我們不希望說 在此時此刻 來把一個 報告院會 本案截止發言登記 接著請吳委員秉睿發言 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看看 我前面的這幾個標語 今天要處理的是 要廢除 紅石智慧的特權專法 廢了紅石智慧的特權專法之後 紅石智慧仍然會繼續存在 而她必須回到人民團體法 回到公益勸募條例的一般規定 來處理 這些年來 紅石智慧 她過去的表現 大家各有評價 但是她風風雨雨 造成社會上非常多的紛爭 這的確是事實 所以 國民黨的同仁不要在這邊 一再的說 我們這是要消滅紅石智慧 不會的 紅石智慧繼續存在 甚至內政部也已經表達 對於紅石智慧的專屬標章 以及紅石智慧的存在 她已經有了準備了這個方案 她會給紅石智慧繼續存在的空間 但是我們認為 不應該有一個人民團體 她要用一個特別的專法 來給予特別的保障 因為這樣的特別保障 處理的過程中 就使她的很多的問題無法解決 所以今天 匯除紅石智慧這個專法 是讓她正本心源 回到正當的存續上來處理 我再一次的強調 廢除紅石智慧的特權專法 紅石智慧不會消滅 她會繼續存在 如果她有需要跟國際連結 她有願望要服務社會 依照法令的規定 她都可以去進行 不會受到任何的妨礙 以上 所以建議大家 支持廢除特權專法 感謝 謝謝 接著請徐委員永明發言 各位同仁大家好 紅石智慧專法的廢除 其實是要讓紅石智慧 回到正軌 讓紅石智慧 回到她應有的尊嚴 讓她在社會上所做的貢獻 獲得值得大家的尊敬 而不會因為有個特權專法在這邊 不會因為一些政治權貴的關係 讓紅石智慧非常多的同仁 努力對社會的貢獻 反而被抹滅掉 所以我希望 反對廢專法的人 應該回來 從愛護紅石智慧的角度 從台灣轉型正義 國家正常化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事情 尤其我要遣得 剛愛林德福委員 攻擊你的同仁 林昌佐委員 希望你們就是論事 廢專法不代表廢掉紅石智慧 今天這個話講了不知道多少次 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同仁的支持 這個廢止案才能走到這個地步 雖然這只是小小的一個廢止案 可是我認為 它對於台灣下一階段 不論是我們下禮拜五的院會 關於黨產的案子 促轉的案子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轉型正義的開始 我覺得我們的院會 在這個會期做得非常好 讓我們把這個路開通 讓台灣社會知道 我們這個新國會是有新的願景 我們希望往前走 所以我真的呼籲 不論是反對廢專法的人 不論是紅石智慧的朋友 真的回到正軌 沒有了紅石智慧法 不代表台灣就沒有法律 不論我們的人民團體法 我們的券目條例 其實它都是在幫助這些團體 幫助這些組織 我相信我們立法院 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希望各位 不要回到藍綠 紅石智慧 絕對不會因為這個專法的廢除而消滅掉 紅石智慧反而因為這個專法的廢除 回到正軌 回到值得台灣人民尊敬的地位 我要再講 沒有人會說 紅石智慧這個組織 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可是因為這個專法的關係 它的確是過去威權的一序 在這邊 恳請各位同仁 讓我們好好的讓紅石智慧回到正軌 讓台灣社會知道 我們這個院會的決心 希望我們的討論到此截止 讓我們進入投票 讓紅石智慧的專法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接著請王委員玉敏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今天站在這邊心情非常的沉透 紅石智慧的存在 對於中華民國 對於台灣 到底是利是弊 我想請大家想清楚 過去紅石智慧為台灣 為中華民國 在國際上所做出的貢獻 不應該被抹殺 更不應該被當成是一個威權 是一個政治案件 用這樣子政治追殺的手段跟方式 架空委員會的討論 而硬要在院會 用直接進步二讀的方式來處理 本席作為未還委員會的招委 今天講這一段話 心情非常的沉痛 因為在委員會 我願意排兩天的時間 而且讓主張廢紙的人 讓主張修法的人 我們通通都在委員會裡面 可以充分的表達表述意見 然而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民進黨 口口聲聲喊著民主 但是在委員會 排案要討論的時候 他們用的是什麼方式 完全不出席 不開會 完全沒有來簽到 就讓兩天的委員會 完全留會 不讓委員有機會 可以跟各政府機關 跟紅十字會的代表 有充分的質詢跟討論 請問 這樣子是民主嗎 口口聲聲喊著說 為中華民國好 為台灣好 處理起事情是這麼的粗暴 是真的為台灣好嗎 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剛剛發言的委員說 廢紅十字會 廢專法 紅十字會不會消滅 麻煩大家去看看日內瓦 他所頒定的 國際紅十字會的規章 在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 都定有專法或專章 難道這些國家 都是為了這一些 紅十字會的特權而存在嗎 是這樣嗎 今天大家如果做出 這樣子直接廢法 而不經由委員會討論的決議的話 我想等一下按一下 贊成票的委員 都會對不起 我們全國這麼多 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 跟志工們 他們敬敬業業 站在第一線 到底對不起誰了 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追查 你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這樣的案子是政治法案嗎 有必要這樣處理嗎 請大家一定要三思 接著請陳委員移民發言 主席 各位立院的同仁 大家好 本習在此沉重的呼籲 紅十字會法 容修物費 超過一百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成了愛心的輸送帶 將世界和我們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一九五四年 十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實施至今已經有六十多年 隨著社會民主化 環境變遷 而稍有不合時宜 產生諸多的爭議 我們應該設法 健全紅十字會的制度 來達到與國際接軌 而不是直接的廢除 紅十字會法的運作 過去或許有一些爭議 但對慈善活動 或者是國際的參與 仍有所注意 而且是極大的注意 先前兩岸斷絕關係時 甚至要靠紅十字會來聯絡 傳遞 而且專法與日內瓦公約 有密切的關係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此本席請執政黨懸崖勒馬 紅十字會一直以來 與國際紅十字會 ICRC 紅十字會 還有紅心樂會 國際聯合會 IFRC 或各國的紅十字會 有共同的援助 飽受天災 戰亂或傳染病之苦的人民 在戰爭跟天災地變中 展現大愛 不分彼此 搶救生命 減輕人類的疾苦 150年來從未間斷 我們支持修法 若法規有不合十一之處 法規可以修改 但不是一次直接砍掉 全世界有196個國家簽署 並且批准日內瓦的公約 其中76個國家是以專法來規範 81個國家是以特別命令 處理紅十字會法的部分 未來台灣如果萬一 如果萬一跟其他國家發生戰爭 在沒有充分授權的紅十字會法下 有哪一個人民團體 可以直接代表我們的家屬 到敵後去探訪我們的子弟 來救助戰俘呢 六年前 民進黨多位的立委 也提案要求修改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法 規規公益券目條例 而不是廢除 為何著是經非 請問當時的說法 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台灣不能自外於世界 寄望極政黨能夠謹慎思考 紅十字專法的必要性 在此本人 沉痛地呼籲 紅十字會法 是容休誤廢 謝謝 報告院會 我們現在進行處理 請問院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予以廢止 有意義 有意義 我們進行表決 大家都有表決卡了 我們現在開始表決 時間一分鐘 有時代力量跟民進黨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好 現在開始表決 國青雅 我們為甚麼 他是否riers 讀成便是 有rias 會員 喜歡 劉子 各是 Europe 一王 明招問票 五年 中華民國紅十字廢法 出席54人 贊成45人 反對9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決議 中華民國紅十字廢法 予以廢止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處理到此為止 現在處理副議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19次會議報告事項 第33案 第145案 第146案之決定提出複議 請公決案 決議令定期處理 現在上會 不及了解 不及了解 雙手 這次會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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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